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老师您在录音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 老师如果是分天录的 心情会不一样 讲话大小声也会不一样 或者你有上课完了之后再来录的 很多时候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讲话的音量就会不一样 那怎么办 你又没办法一次录完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好稍微调整一下 您看一下假设我这一段 我觉得不是很OK 当然你也可以选范围 就是你把它切开 比如说我前面是OK 后面OK前面是比较小声 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一段 我点两下 你点两下 那个原本你有做的范围 在这个上面 在我们这个上面 有没有这样就收回来了 点滑鼠两下收回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在这里 现在是这样子 那我要调整前面这一段 我就把前面这一段先切开 好我到这边我先把它切开 你可以变成另外一段头领片也可以 像我这样 你看我后面这里 我把它切成另外一个头领片好了 好这样 这样比较单纯 好现在在这边 你点到它 哪里可以调音量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喇叭 暗幅 有没有音量大小 所以您可以稍微把它往上调整一下 好了点旁边一下 有没有发现音量变比较大一点 但是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报音 不能破表 所谓的破表就是你不要让声音太靠近这个顶端 因为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喇叭上听起来 基本上到顶端就已经有点破掉了 所以效果会比较差 效果会比较差 所以调声音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如果老师操作的过程冗长 他们可以快转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快转的话 点到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 这个就是调整播放速度 虽然他不是专业的 我们讲的就是不像威力导演 反正是所谓的专业的影片剪接软体 可是因为他主要就是做教材 所以影片是数学教材里面常会用到的 那各位呢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速度变快 影片会变短 对不对 因为相同的内容 播放速度变快就变短 还有一个 要注意一下声音 请问如果声音 在影片里面有声音 你速度变快会变短 对啦 你有提过唐牙 如果变慢 像老太婆这样 对不对 所以如果您要做这个动作 我会建议您的声音的部分 可以叫它怎么样 静音 有没有眼睛关起来 或者是来这边 点到它 上面这里 点一下 有没有静音 这样的话我可以避免就是我们 影片快慢的时候声音变掉了 声音变掉了 就让他只看到那个画面就好了 看到画面就好 因为有时候 我们需要那个过程快一点 好这样 有没有问题 会 这样会不会同步 同步 同步 你说声音 对 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只是我们一般做这样的话 要嘛就是把声音变得很小声 不然就是把声音关掉 比较避免就是听起来不舒服 听起来不舒服 好OK 所以这个是我们ActivePlanet的几个基本 那如果你有调整之后 你可以把它存档一下 好把它存档 好 那我这一段我就先到这边